自去年10月 台湾国际设计展落幕 台北开始积极朝向世界设计之都前进 陆续规划了系列展以及论坛 让台北市民了解生活美学 以及成为世界设计之都的愿景 现在带您看到 今年首届的台北设计城市展 是怎么样运用中华传统文化融入设计 绿色铅笔 扑明的玻璃弹珠 热闹的剪纸图样 作者用淡淡的绿色 象征24节气当中的小鼠 勾起童年的回忆 一罐罐小瓶子装的是台湾剩下出产的水果 有着大鼠含义 或是让人联想到清明时节的昂姑柜 一件件作品都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当中设计构思 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记忆 就是所谓的材质等等之类 可它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类似的巧思 那色彩学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概念等等之类都在那里面 一炷香 一盏茶 您会怎么度过这悠闲的时光 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借由展览让台北市民了解 生活美学以及成为世界设计之都的愿景 一位在台湾居住三年的伦敦朋友说 从展览看到台北成为世界设计之都的潜力 伦敦的特色就是它的文化 它的creativity就是非常多样性的 我觉得台北也是这样子 更重要我们是希望市民参与到城市的设计 城市的创意 共同来为台北市变成一个创意设计城市一起来打拼 为了迎向2016世界设计之都 台北市陆续规划系列设计城市展结论坛 要从不同面向传达台北城市的魅力与优势 新唐人亚台电视 陈辉摩 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道